这几种方法 这样这几种方法具体来说嘛 它都可以用 但是呢 如果理上不懂得 广乡这么去做 也比较难 如果懂得理了 你自己懂得 哎呀我要课出我之 大家碰到具体事了 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有形的 有形的东西如果搞不好 还能变成另外一个之 所以我们应该做这东西之后 从理上懂得 从理上懂得 只是 从意识当中去用功夫 完全意识领域里面东西 怎么去告诉我之呢 首先是用损 损失的损 因为老子讲过 微学日益 为道日损 你要想修道 就应该把自己损 损什么呢 把你意识里边固有的框框 一点就损掉它 把你固有的框框 损掉它 固有的概念 损掉它 这个损掉并不是 将来什么都不想了 什么都不干了 不是 应该是呢 不要用固有的框框 去套未知事物 应该这么去对待它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损 和古人讲的损 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我们按照 一元体律来讲 就是说你不要 用有的框框去套去 不是让你把这个 现有的知事 什么都不要了 不对 这个知事在这个领域里边 还是对的 要把你损掉过去 这个习惯事例 你的习惯是喜欢用 已有的成 已有的这个成果东西 已有的这个成品 已有的 已经脑袋有的 这个框框都算着 拿这个东西去套未知事物 应该把这个不要它 一点都不要 这么个问题 能这样去做了 那么你就能够 果汁容易刻除掉了 所以你自己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 这个不能用 新来的事物 反理论 不要用那个东西 它是它 它是它 这么搞 损掉它 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呢 我们说损 将来你可不要在 实事上去损 为道日损 什么都不要了 不吃饭了 甭穿衣了 甭睡觉了 什么也甭干了 那不行 所以你从精神上 从意识里边去损 所以大家讲 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意识里边 不首先就有个预言的框块 无不为什么事都干 这个意思 你要去损 所以为道日损嘛 最后无为而无 无为而无不为嘛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情况 这个也是古人的语言 用忘 咱们不有个作忘名嘛 前面也讲了作忘嘛 把什么什么 以前的框块忘了它 那个损呢 我是不用它 现在我把它忘了 脑袋里根本就不 不服用得来 那是前面损嘛 它有了 我不用它 就损掉它 这个把它忘了去 那就比那个又进一步了 所以忘了它 也应该有积极意义 不能像说几场学剑 几场学剑 最后学完了剑之后 到上山上 又去学的时候 另外一个老师 高明老师 回了几年以后 当然古人说了 拿了个公样的看 是什么 他不认识了 连公都不认得了 忘成那样 那是古人写 那是曲解 曲解 连那个公也不认识了 那个剑也不认识了 什么都不认得了 不是那样的忘 那是 就是说我们都忘掉它了 把那些概念 一些条条 把它忘掉它了 脑子里面 应该是 你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它 它过去 完了 再来 又是空的 这就应该是 那照荀子所说的 不以此意 害彼一 里边有一个东西了 你脑子 放一个东西来了 如果你这放这儿 有 有 别的就进不来了 这儿没了 这个东西 别的就能进来了 这是个虚 所以你总是能进来 进来一个 走了 进来一个 走了 没了 忘了 是这个意思 什么什么什么 脑子里边 不用的时候 没有的 用的时候再出来 等用了还没有 就不行了 不用的时候 没有 不用的时候就把它 因为你这儿 四季里 应该把它忘掉 它自己那儿 不应该总呆着 忘了它了 一进去 忘掉它 别人一来 要引出来 这么个问题 所以这个忘 这个忘 以前练起功 也算一个绝 才能忘忘忘 你当时按键 忘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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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边 也就不固执 意思是说 你不要是有个 酷那种框块 免得有固执的情况 当然如果 你能忘到 最根本的时候 当然根本的话 到哪儿 这个话 也是有个 不同层次 不同说法 我们现在就不讲 这个根本 的根在哪儿 我们讲 没个根 没个根 我们讲 你把这个忘了 不让它占个地儿 它还能进得来 这就行了 这就不是 知着了 不知着了 这就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呢 谦虚 要谦虚 咱们俗话说 谦虚 其实谦虚这个词 在古代 不是两个词 一块用的 谦虚 谦虚 是虚 说这个谦呢 谦虚这个谦呢 你看在 《易经》里面 是一个卦的名 这个卦呢 上的这土卦 是坤卦 下的这根卦 坤卦是土 根卦是山 那个山在土里边 埋着出不来 漏不出来 那叫做 那叫做谦 等各位想想看啊 中国古人的话 人家很 叫非常形象啊 这个尖什么呢 那个山在土里边 埋着 没漏出来 那就成为谦 成为谦 不漏出来 就成为谦 拿土德 把土 这个土德 把他埋着 进来了 这个德 把这个谦 出来 这得成为谦 成为谦 有什么东西 别漏出来 别漏出来 不显着 虚呢 虚能容的意思 虚的 能容进去 容得进去 谦虚不漏出来 虚能容得进去 这么两个意思 所以我们讲谦虚吗 在俗话讲谦虚 谦虚的说什么 能虚心接受啊 接受得了 能受 所以当一个人 对什么问题 都是从见如流 善于学习 什么都认为自己不足 什么都是新鲜知识 所以这本身 也就把固执去掉了 把这个我执去掉了 咱们现在有些人 之所以反对弃功 就是他们不想 实施弃功的知识 你来学弃功的知识 他说你们弃功没道理 弃功没道理 我们这么一本书 不算道理 弃功没理论 我们这都是 这都不算理论 都不算理论 他不学就没办法了 所以那句实际是不谦虚 不谦虚 他那个知识都露出来了 你看这个知识 我是 我这什么什么学 露出来了 没藏住 也不虚 也装不下 装不下 你跟他讲的也不听 所以这个就是知 就是个知 所以我们搞弃功 他更得谦虚咯 我们来学弃功了 你不认真学行吗 我们有的人 来这儿学习 就很骄傲 就很骄傲 因为有的是老学 学了几期咯 就很傲气 你还学什么 没法学咯 没法学咯 那本身也是个直 我直 我了不起咯 我在里面的起作用 所以这个问题 谦虚 就这么解释 最后一点呢 我们讲是要顺应自然 这是最根本的 前面用 损 用忘 用谦虚 如果搞不好 有的人 净谦虚了 就为了 这个谦虚 过于谦虚 那也不对 过于忘 什么都忘了 也不对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讲过 你说有 有 有说 执着富有 那是个执着 贪求 你还去想贫 穷 那也不对呀 所以 不能刻出一个 执着这个 又去执那个去 哪个都不执 就是顺应自然 这对根本的了 来什么 反应什么 还给咱们前面讲的 真正做 唯物论的 反应论 来的事情 这点反应 做做判断的时候 判断 判断 要做全面的了解 最后做 做个结论来 要做前面 认真的调查 还有这个 唯物论 这个问题 这么搞了 我执就去掉了 就去掉了 执着去掉了 那么这个 意识的灵命之性 就显现出来了 把这一关去掉了 那就是应该讲 气功的 中层阶段 涵养道德 就算完成了 但是这一段的话 这样 非常难 非常难 过这个我自观 非常难 这里边不光知识问题 有的人知识 你可以谦虚 学都是学问 现在很多我们讲 真一个学者 真是搞学问的学者 那就是呢 真正的学者 讲什么都能听 但是他也可以提问题 而提问题 不等于是人家反对 提的问题呢 你给你解答 解答人还听 真的有道理 就可以服从 我这次去香港 去后又有一个教授 就说是很有成绩的教授 教了很多香港很多学生 是大的学生 他对情况是一点不幸的 跟我见面了 因为他 他一个亲戚 跟我们有关系 见面了以后呢 我们就讲 我就给讲 他讲外企 外企有没有这些问题 特技功能有没有这些问题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了 做哪些试验 哪些试验怎么这么做的 他能提出问题来 他怎么怎么怎么 提出很多反对意见 我给你讲 特技功能 我给你讲 我说我们哪些试验 怎么怎么做的 我给你讲完了之后呢 他说哎呀 他说你们做的这些试验 难道科学要求来讲 的的确确 是很严谨的 这些试验 虽然我没有做 你讲了 是这么做的 我信得过 我相信是真的 你以为这 真是这么做的 那是应该是 应该是真的 就是学者嘛 那就是 你把道理 真正能给他 讲回来了之后 他从他的理论 他反驳不了的时候 他会接受的 所以学者 真正学者 并不是固执己见 他固执己见 他拿出他道理来提问题 你把问题解答了 他会承认的 所以汪汪就是 不够学者的人 就是叫死里儿 抬死杠 那就没办法说了 所以我们讲呢 我们讲这个 可处我执 学问上 一个方面 这个还可以容易 还可以容易 关键是自己 情绪里边 这个我 因为这个我 他不是一般知识 层次建立起来的 他是在这个参照系里边 咱们在运用意识 讲 意缘体形成 讲过一个参照系 那个道德 跟参照系呢 有关系 这个我 难一点 这个我难一点 当我们练起功了 懂得这个我 情绪不正常 有了情绪 一有情绪的时候 生气 他骂了我了 他得罪了我了 得罪我了 发愁 哎呀 我没办法了 总是 我 我我 从那个我字 从那儿出来的 把这个我去掉的 那个那个 深层的我 深层的我 这必定难咯 我们练起功 应该是要会 主动的 自觉的 过我字观 有的时候 经人痛苦咯 哎哟 真真难受啊 你要懂得 这过我字观呐 是在过我字观呐 有没有批评你咯 一难受 接不进去 在我 过我字观 都过不去咯 一个事碰上了 做弄快快过去了 我字观 这个事过去了 这个事过了以后 别的事能不能过呀 不一定 我在去年 讲咱们这种功 整顿基礼的时候 我讲了 当我们在 每个机场里边 整顿的时候 同学们提提意见 一天 你心里面觉得 委屈啊 难受啊 头疼啊 你应该懂得 这是真正练功夫 这再过我字观呐 说要冲过去 不要打下败仗来 我字观呐 这一关 练齐功 非过不行 你要这一关 过不去 不可能 达到高级水平 中级也过不去 这个关 没人把关 你只要带着我 背这个小包袱 背这个我 就过不去 一段过难受 一难受 你拿你自己 再处理问题 好了 这一关过不去了 摧毁了 现在再碰上 还是再难受 什么时候 把这个我 抛掉了 如果真把这个我 抛掉咯 我这关过去咯 陶冶性情啊 克服什么 情绪的偏颇呀 什么这个情趣呀 就自然而然解决咯 我们现在 总是一个 我值的之后 反过来再看 前面的情绪 情趣 就是从我们 在那个我值里边 从这里边 形成的片面的 生命活动 我们只要学到 终极的时候 从理论上 才能懂得这个问题 才能够提高我们 海洋道德 提高情绪的自觉性 第一点呢 应该结合起来 把这个我值 反过来 去看情绪 去看情趣 去看缺点错误 这样去改正它 这个条件就不一样咯 性情 也就会 有了自觉性咯 所以我们 这种工啊 将这个理论 强化给连着的 一体的 我想今天呢 讲科技先讲的这个地方 后面还有 海洋道德 还有一项 就是明天咱们 再讲 明天 把这个课 接着讲完 就行了 咱们今天 就讲这个地方吧 咱们前面讲了一个是保和保持综合之气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讲了 就是要提高情绪 提高情绪的层次 第三个方面就讲了 要刻出我值 今天讲第四个方面 建立大我 应该说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是一步一步递进的 一步一步上升的 从中和之气 中和之气 我们讲了 它有不同的层次 如果真正达到一个真正的中和的时候 那也叫做一个高级水平 但一般的来讲呢 你在你的水平上 有个中和的问题 中和了之后 应该层次提高了 这个层次增和 那个层次增和 最后中和 这样 这里边我们普通人的中和 还有真正练功中和 然后还需要破除我值 把我值破出去之后 那把这个我就扩大了 原来我们昨天讲了 我值是偏着的 直偏了 不是整的 如果把我值去掉之后呢 紧接着应该是建立大我 把这个我 建立更大范围里边 所以这一点呢 是一个相连接的过程 从海洋道德的层次来讲 从初级 向高级上走起来 在这些问题上呢 我们说是一个问题的 不同的阶段 当然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方面 它都有一个 从前入身的问题 这里边不是说 一讲 我们一听 光懂了就行了 然而有些问题呢 听着似乎是懂了 但是呢 也并不是真正完全懂 因为 有些问题啊 光从字面上 这么理解 只能从你自己 现有水平上 去理解 你自己能理解到什么水平 就理解到什么水平 往往不是说 对这个问题 真正的 原来的本意 如果你 意识层次 通透不过去 往往还做不到 等我们把这个 海洋道德 讲完了之后 讲讲练功的问题 还要讲这些情况 对于建立大五 我们现在 一般的同志 还没有 刻出我局的时候 也应该有这个思想 从道理上 应该懂得它 应该把这个五 放开它 咱们前面讲 陶冶性情的时候 就有一个是 要开阔胸怀 把自己心胸 要开阔起来 要宽广起来 那实际上 本来 本身也是一个 把这我要扩大的 一个过程 只不过呢 是一个 初级层次的 把我放大 而在这个大我里面呢 建立大我呢 那就是 比较更高层次的 把这个我扩大起来了 而这个扩大 就在那个意识深处 意识深处 从那儿要放大它咯 从我们那个 参照系那儿 建立自我 那个时候 从那儿去放大它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练功到了 比较高层次的要求咯 因为把我执去掉了之后啊 我执 一旦没有咯 那么这个我里边 在一元体里边 就很空灵咯 这个空灵 它和最原始的 那个昏缘器 它就有了 同一性咯 这昏缘器 最最原始的 昏缘器 以后慢慢慢慢 发展复杂 复杂复杂 越发展 越发展越复杂 越发展越复杂 复杂到人的意识 一元体的时候 有的地方呢 又开始和这个 原始昏缘器 有它 那个相似的地方咯 因为从原始昏缘器 它是个 没有一个实体性物质的 就是一个 非常虚灵的 慢慢发展 跟着有实体物质了 很简单的实体物质 有实体物质 实体物质 还有回原器 变成一个回原体咯 再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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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元体里面 一元体又有独立性 它可以和这个物 这个脑细胞 有联系 就可以独立存在的时候 这一独立存在 那么它反过来 又和这个原始的 混缘器 有相同性咯 但是由于我们意识里边 有了个我执 执着咯 它就和这个原始混缘器 那个当中 非常均匀的状态 它就有了分别咯 当你把这个 我执弃掉之后呢 里边也很均匀咯 和这个原始混缘器 又有相同的地方咯 当然它比它是 上成了一个螺旋咯 不是相等咯 不是反了回来咯 所以当我们把我执去掉咯 一元体 稍微圆满一元体咯 在这个时候 它和原始混缘器 有通一性咯 有的相似性咯 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使我们的人体 和真正混缘器 全部结合起来 那就需要把这个我 驻步地和这个大自然界混缘器 从广度上和深度上 这些相对和结合 所以这就需要 把这个我扩大起来 只有把这个我扩大起来之后 建立了大我咯 才能够真正的 把大自然界混缘器 和一元体 更好的结合起来 所以到这个层次 就是比较更高水平的问题咯 不是一般我们说的 开国新兴 我们现在你要多想着点人 多想着点人 不是不是这个层次的问题咯 当然我们现在 没破除我执的时候 我们想着大家 这也是破晓我 建大我这个过程 这里面没有一个 绝对的分别 所以对于建立大我 对于建立大我 实际上在这个层次上 那是 从意识领域 到实践的行为 一步一步这么结合起来的 你自己去做 因为当时没我职咯 就去多做 多做 多开阔 就解决问题咯 在以前讲建立大我 有些个宗教徒 佛教徒和道教徒 他们都 可以在更 所谓更高层次上 反对大我 因为建立大我呀 过去的佛家也提过大我 道家也提过大我 但是呢 佛教徒和道教徒 他们都有些人 站在所谓更高的立场上 反对大我 大我还可以有个我呀 应该把我去掉嘛 应该无我嘛 当然你要说个无我 他又可以再批你 无 我没有个我 你还有什么 没个我嘛 你还有什么呀 没就没了嘛 没有也不对 没有也不对 所以这样呢 实际上 好多地方是搞了文字游戏 这样的话 那就是 无助于实际了 所以我们搞这种功能 必须从实际出发 将来以后 我们讲大我的时候 也可能 将来会碰到 一些个理论上 来批驳我们 大我不对 大我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呢 历史上就曾经 有过这样的争论 我们现在就应该 对于过去的争论 有所认识 如果将来你碰上 谁说了 大我不对 应该无我 或者应该无我 应该无我 怎么怎么着 放在这个情况呢 你就可以跟他 开个小玩笑 开个小玩笑 开个小玩笑嘛 就半真不假的 你气他几句 你一气他几句 他往往他就会发脾气 一发脾气 你就说有我没有 你就问问他 就行了 因为 好多人呢 总想 把这个词 说得更高妙一点 从完全去搞 那个职上贪兵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 这个大我 你只有把我职 克服掉之后 你达到这个境界了 再去谈大我 因为我职 这个执着还没去掉 执着还没去掉 你还贪什么大我呀 那完全就走过了 所以在 这个隋唐时期的 朱林七贤呢 说得很高妙 谈选了 说法了 但是呢 一到实际行动上 好多问题对不上号了 所以咱们呢 就是要从实际上 真正从羞耻上 慢慢一步一步搞上去 所以搞气功 也不能搞极左 把那个极左口号 提的越高越好 可能也不大好 就跟文化大革命 当时像的 破斯立功 破斯立功 有的人讲嘛 在公众节目里讲 那个爱场如家 爱场如家 当时就批判 爱场如家的口号 爱场如家 家还是个私字呀 为什么要给爱场如家呢 我就跟那当时 我那时候讲 我说你做到 爱场如家了没有 真正每个人做到 爱场如家 那很了不起咯 还认为爱场如家 不够不够革命 实际呢 是个极左的东西 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想建立大功 建立大我 建立大我 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我 直去不掉 你就执着的 有个大我 这个大 大到什么程度 算个大 这也是个执着 也是个执着 所以这个大我 实际要和 一元体 和混元器 去相结合去 我们指的内容 就指的这个问题 有的特定内容 我们说建立大我 就是要 去除我之之后 那个一元体 更好的和混元器 深入的广泛 去结合起来 对大我这么讲的 有特殊内容 所以做到这一点呢 就要从几个方面 我们这里边讲了 讲了要做大善德 大善德 第一点 要做善事 做有德性的东西 那什么就成为善 什么成为德 从气功的高度 我们讲 对一个生命活动 它的生机 它的生气 有利于 这个生气 发生的 对自己 对人 有利于这个发生的 从总体来说 这个有利的 那就成为善 我们这个善恶观 是这么讲 不是对一个具体 你一个人 对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讲 人是个社会的人 对这个整个人群 对这个生气 生气 有利的 好的 我们成为善事 所以这里边呢 就有个条款了 不是光对你自己了 有个对你自己好 对周围都坏了 损坏了别的东西了 那就是不能叫做善的 那不能叫做善的 更不能成为大善了 所以这里边是个群体 但是群体里边来衡量它 如果你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东西 这儿 好 那儿坏 如果从总体看来 是个好 那也是个好 你这儿好 那儿坏 总体来说是个坏 那也不是个善 所以 从这个气功的高度来讲 这么看这个善 能不能 使我们各种生机 这种生命活动 这个美好 这个美好 是从这个气上来讲的 从群体上来讲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 就这么一般的 原则上讲一讲 当然这里边 有的是 作为这个 从事上去做 一个事情 要这么做 就实际的行为 去干去了 再就是思想 意识 你怎么想的 所以是行为的善 心性的善 还有真善 行为里边呢 你还要 如果是说 你把这个 对的事情 能够 广泛的普及开来 那也是 很大的善 让大家都懂得 这些道理咯 都这么去做 那么整个人群 都好起来了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对这个善 是这么去领会 这么去认识 那有个坏人 我们杀了坏人呢 杀坏人 咱们讲的是 人群来讲的吗 就这个人群 是个好的 对他个人 牺牲了 杀掉他了 那也是个好 是个善事情嘛 咱们以前讲嘛 成恶即是行善嘛 真正的坏的 危害人的这个东西 危害人的环境的东西 你把它去除了 这也是个对的嘛 所以一般从正面扶植 一个从 把这个破坏的 去除 这都是属于 这个善的问题 大善 那就是 不是一般 不是光一般的具体事情 去善嘛 所以这里边呢 所以真正大善 从 以原体 从灵魂深处 去做这个善 那就古人所说的了 这一段 古人也讲过 真正是 无心为善 没有想去 干好事情 可但是呢 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属于 符合 好的 这个 这个规则 和要求 符合的 好的条件 实际界里边 也就是 那种自然 整体里边 整体的关系 规律里边 自然规律 去办事情了 所以如果 当你 一想了 这个好事情 我应该去办 我说办了 这个好事情 怎么怎么怎么着 有什么什么好结果 这就不够是 纯真的善了 因为这里边 有了分辨了 那里边 还有个执着了 那还不是真正 刻出执着了 还不是自然的了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说 真要做大善德 那就是应该把 执着刻出了之后 就无心为善 而所为无不善 达到这个水平上去 过去 成诸理学 他们曾经讲过一句话 有心为善 既是恶 这句话一听呢 似乎是 错的 似乎是不对的 所以怎么有心为善 就是恶呢 所以你有心为善里边 对你本身 对你自己来讲 你 如果你已经破除了 你再有个心 这个直 又出来了 对你自己的 是个意志 是个不对的 当然 有心为善 比这不做善事 还要好得多了 对我们一般的同志 我们练功 修持 我之还没去掉的时候 基本上 都是有心为善的 好事情 应该去做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从有为的 后面还讲 从有为到无为的 做善事 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这么去 领会它去 不过我们也要说明一下 就是咱们在 人类的现阶段 现阶段 提这个大善德 意义不大 因为咱们现阶段 咱们聚能气功 整个的高度 也还没发展到 这个水平上来 因此大善德 目前来说 现实意义 还不是太大 因为我这还去不掉 因为我们 涵养 修持 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不能空谈 那我们现在做 怎么做呢 我们要从大善德 这个方面去要求 我们要多做好事情 多做好事情 只要是 只要是 利己利人的 都要去做 而咱们真正气功 出口都是以 容利己 于利他之中 利益同志们 利于周围的人 自己得到利益 这也本身 咱们计刃功啊 教功啊 祖厂治病啊 这都属于大善事了 也是把自己利益 都给到周围人们当中去了 干好事情吧 我们也教功 干事情 都是对人好 叫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 这就是大善德 其实后面这几个大呀 大胸怀 大智慧 大功 实际上是一个大我的 从不同角度上讲的 你要大善德 没大胸怀行吗 胸怀 得把周围的人都容得下 人和自然界都容得下 我们现在不能容 就是由一个我之 那个我在里边存着 当把这个我去掉了之后 那么它里边就空了 空就能容得下东西了 什么都能容得下了 你进去不占位置 进去不占位置 所以里边容纳是个无限的了 所以说大胸怀 也是指的 刻出我之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大胸怀 进去多少也能容得下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同志呢 我们有我 有了个我之在里边 做不到真正大胸怀 我们也只能从一般的事上去做 一般的事情去做 所以我讲呢 咱们认证工啊 讲这个 容力及于力他之中 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切 我们搞组场交工 组场治病 就是要从大胸怀 大善事 从这个高度去做的 你一组场 交工 人多 想着大家 治病 想着大家 想的人越来越多了 胸怀不就大了吗 善事 为善面积 范围不也就大了吗 所以我们安排的这个礼 罚 都是为这个总的 练功 修持 一起来 那个安排的 统一的 啊 这统一的要求 过去认为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浮屠 这塔呀 以前那个浮屠 它本来是一个 这个藩文里面过来的 实际说咱们叫塔 说浮屠就是造塔的 七级浮屠 就是七级塔 做个七 七的塔 因为庙里边 修个塔 算有功德 有功劳 可以听讲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有 有功德 咱们现在认识功德 那家一租厂 一认识 一家累了几百元 几千元 噢噢的搞起来 那不就是一个功德很大吗 就是胸怀大了 善德 也就多了 也就多了 当然我们不仅仅是 治病的问题了 还有各方面使得 人生活得更好 更完美 更健康 更愉快 这都是属于 这个善德里边的 但是的话呢 和这个大胸怀 是紧密结合到一起的 如果你有这个我执在里面 有了我执 咱们昨天讲了 我执的范围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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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小小小小 做的这个 你想做好事情 也这么一丁点了 哦 做一丁点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 大胸怀 无分别 没有分别 人和我 要平等 平等看待 这一点嘛 自古以来 佛家道家都讲这个问题 都讲 人我平等 人和我都一样 在不要说咱们现在 这点起功了 过去佛家 在讲 生活平等 众生和佛 是平等的 生活平等 道家也讲 我们普通人 和原始 原始 原始天尊 宇皇大帝 跟他们一个平等的 叫做西荒七七 原始底间 平等的 在这一点上呢 在宗教里面 他真正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平等的 但是他没做到平等 没做到平等 搞正能功呢 这应该是 这个大胸怀 你只有有了一个平等观之后 才能把胸怀扩大起来 如果不然呢 你就胸怀就装不大了 就小了 唯我都尊就一个我 就没有了 一样 一样 一样就容易 没有分别 就很简单了 都装得下了 到最后 再喝到自然界当中去 把这个意识活动 在容纳了自然界当中来 当然自然界里边 也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矛盾咯 对这个矛盾 我们叫权衡 权衡 权衡起来 他是对整个一个群体 怎么样 所以这里边有的是 在整个自然界当中 发展观看当中 有个多渠道的 多渠道的 有的 就是 坏的东西 因为人类还没认识 它以前 它是自然发展的 人类认识之后 人类越深越来 认识越来越深刻 那就应该是 把好的规律 应该 把它扶着起来 把坏的东西 给它慢慢淘汰下去 就这么个问题 所以这里边 这个平等 一定要有一个是 从 这个 生机上 好的 起来 坏的 这也是个 这个 生物当中 自然进化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 大胸怀呢 我们也是这么 一般的 这么讲一讲 我们还是从 具体式上来做 具体式上来做 所以我们一讲 智能工 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 足场 群体效应 这一点里边 就在这个大 就是这个四个大里边 就都慢慢都能提现了 都能提现了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群体效应 不要 不要突出 哪一个人 不要突出自己 你比如说 我已经在 很多地方 纠正过这种说法了 咱们三十十五晚上 庞老师代工 我谁说 庞老师代工呢 应该是我们 全国智能工的 同道 一起 大家共同来练工 第二这个群体效应 你这儿也足场 我这儿也足场 全体我们全 全体几百万人 一块儿足场 这个场 效果才好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庞老师也没那么大本事 也那么大本事 你十年之前 你庞色明 你足个场 圈个足的场 带个工试试看 谁也没感觉 庞色明一个没什么兵器 所以必须是 发挥群体效应 一起来 一起来 这也是一个 这个 我们同学们呢 在这个大胸怀 在中 一个平等观 不要突出一个人 突出一个人 不要突出自己 也不要突出哪一个人 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 就融得下了 这是大胸怀里面 大智慧 大智能 这里边是 跟大胸怀 大善事之后 本身 是身体里边 发生的变化 由于你意识和周围 自然火焰器 结合起来了 这就是力量 要是能力 智慧 就大了 它智慧 大 大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讲嘛 这个情况 咱们俊能工讲了 不 不舍谈呢 舍谈 什么怎么怎么着 到了什么什么程度 怎么怎么着 我们不这么讲 一方面就是 大智慧 把我们常态的智慧 普通的这种 常态智慧 常态智能 要大幅度提高起来 我们的思维能力 提高起来 再有呢 把我们的超常智能 超常智能 特意的 这个智能 发挥出来 我们现在的 国家研究的 特意功能呢 特意功能呢 不光是耳朵十字 又意念制动 意念感知 就到这个程度上了 实际上呢 特意功能里边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 大概我们还没有 正式讲这个问题了 实际特意功能的层次 我们把它分了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特意感知 不用眼睛 不用普通感觉器官 可以感知到东西 包括摇杆 摇视 第二个方面呢 意念制动 用意念把它给它动了 把它动起来 这是 这是第二个层次 后面还有两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 我们现在 能有意念制动的人 那就是觉得很奇特了 很奇特了 人们都觉得不大可能了 将来因为大智能 开发出来之后呢 第三层次 第四层次 这个情况的话呢 都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意念制动 把这个东西 在这儿 搬走了 搬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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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东西 这儿每个东西都出不来 意念制动就是 这是第二个层次的东西 所以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嘛 因为现在目前国家的特异功能研究 还没有 还没有搞出更多的实验了 还没基本上 还没 还没拿这样的人去做实验 所以我们呢 现在国家没经过科学手段 证实的东西 我们智能工就不讲 就不讲 免得将来出来很多的矛盾呢 我们智能工有时候一般的 外面攻击的时候 攻击不到智能工 为这么个缘故 反正您现在国家 科研手段 还没有 策招的东西 我不讲 我们不讲 咱们不讲 下面还不讲 就不讲它 就不讲它 所以这问题 同学们也不要问了 庞老师将来第三个层次是什么 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呀 咱们就不要讲它 因为咱们现在 一年感知 还没有普及 一年制动 还更远远没有普及 所以这个情况呢 下面的两个层次 就更没意义了 即便就是 那现在的特异功能 目前来讲 对全国广大人民来说 还都没有意义 我几次讲和都讲了 一年感知东西 目前还不是重要的东西呀 现在关键还是在 广大情况下 还是练功和发气之病 你会感知感知 一年也不大 将来是这个发气之病 得到全社会公认了 再去慢慢再压感知 有了感知 感知功能非常非常明确了 在普及搬运 你又不然现在想普及搬运 一般运意识不好 把东西给你 把别的东西偷来了 到大家 这一走到大家一看 跑自己兜里边来了 那就社会就不安宁了 只要是将来 把感知普及了 非常准确了 你搬走了 你不你会搬吗 那还会查的 一般 哦 张三搬走了 找张三去 找张三去 到那时候在普及搬运 那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普及 目前普及 插之功能 到目前为止 还不是说 还没提到 一世日程上来 关键还要 所以要大智慧 大智能呢 那是说 还得要若干年之后 道德修养上不去 有的地方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就到了第一 就到第二个层次 就不大好普及 到第三个层次 如果是 不从道德上去解决 第三个层次 绝对达不到 是绝对达不到 这是大智慧 这是大智能 最后一个 就是大功 其实这个都是一致的 大智慧 大善德 大胸怀 大功 这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问题 从不同方面来讲述的 从不同方面来讲述的 所以我想对这些个具体问题 咱们同志们看看书就行了 我想不想占很多的时间了 因为讲了这个东西 都意义不是太大 书本什么 书本讲的比我课堂讲的 还要细致一点 在同志们将来有时间 以后再看它 目前 这些东西还都没现实意义 懂得一点 就是让我们开阔 开阔 开阔一下视野 觉得练智能功 要慢慢一步一步 完上升 一步完上升 升上去 这样这些东西 是十一门科学 是整个人类 是发展的路子 但是我们 必须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 真正能够很好的 陶冶性情 真正保持了 中和之气 那就很不错 我们再一步一步 把我们的情绪 提高提高 那就很不错了 从目前来讲 到目前为止 现在来讲 真正要刻出我值 这个东西 还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因为刻出我值 就到了中等层次上去了 解决中等层的问题了 目前对我们最佳实际的 是陶冶性情 保持中和之气 提高情绪 把精神境界上升一点 脱离开 尽量尽早的 尽量多的 来脱离本能的 这个情绪 把这些脱离出来 这是最实际的东西 可出我值和建立大我 到现在还不是当务之机 也做不到 还没实际情况 但是他这里边一些个 谈到的一些个要求 我们可以从 还有我值的时候 这么去 努力去做 先做多做好事 做多好事 把大家多容大一点 这一点做嘛 就是从普及智能工 开始 焦工治病 跟足长治病 从这一点做起来 我们现在 我们提到一个方法 就叫从始从中 一开始就这么做 到了后面 还是这么做 在不同阶段 不同层次上 你表现出来的 内容不同 你的结果 你的成果 也不相同 咱们这能够的 和活源纪理论 也是一样 叫成始成终 一定要从始从终 一开始就这么做 到万末了 还这么做 咱们练功的时候 一推一拉 一开一合 一开始 就练一开一合 一个到了 当然这样 中线混元 还是一开一合 就这么一开一合 这也叫成始成终 的方法 从含阳道德 也是这样 成始成终 的方法 一贯之下来了 一个整体的思想 下来了 所以这里面 有的人 他自己内在的素质 非常的好 那么他一开始做 一个捧弃灌顶 一下子可以到里面去 我 我记得好像是 我在上层五元庄班 那儿谈了一次 关于咱们练功的 层次问题 可能我从 81年 来教行程庄之后 开始 到现在为止 到这里去了 香港为止 就碰到 两个人了 一个是83年 碰到的 一个是今天 这次去香港碰到的 你就要跟他一说 把道理跟他一讲 跟他一讲 这个王会一收 要收 得收到一元体里面去 这么一收 一说他就 一说 我该给你一讲 我给你一念 那么一动 好 他进去了 我说对了 就这个感觉就对了 他马上感觉到了 哦 这个样子 懂得了 自己体会了 过去印证 你做的对不对 找老师印证 对不对 这么一收就对了 哦 这个样子 对了 那让他过去成为明心的 明心的程度 这是 这就对了 从交工来到现在 一下子过 就这么两个人 八三年碰到一个 接着去香港碰到一个 还有那个素质 有这个素质 你这样 你这样一动它 马上就 马上就试 这对了 他自己在做 对了 他自己也就感觉了 这就对了 以后这就是 这就收到里边去 但是呢 不是每个人 说 方老师 你哥们 你哥们 带一下带进去 一下带不进去 你只要概念之后 那意识呢 只要一动 好了 进不去了 没有了 就不对了 所以这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 所以这功夫 它不是说 你自己想怎么这么着 比如从链上来讲 下面后来还讲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讲 涵养道德呀 讲涵养道德 怎么样去涵养 就从这么具体上来的 这么讲来讲 下面讲一讲 最后一节 怎样搞好涵养道德 我们目前一切 不能去走那高层次 高水平 那么我们怎么样 从现有的水平 一步一步搞起来 怎么样涵养好的 连功夫 真要是练出高水平 不涵养道德不行 可是我们现在 总得从现实出发呀 从现实出发呀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一步一步 这么上来的 不是像我说那个情况 一说马上解决了 学大门都不是那种状况 我们就必须 一步一步地来 一步一步地来 所以一步一步来嘛 那就首先 应该是我们自己 要自觉地那么去做 我要去 陶冶自己 现在不够 我要往上走 要往上走 不能在这儿停着 就甘当下雨 我就可以在下面待着 不是这样子 因为往上走 所以人往高处走嘛 我要往高处走上升 前进 要努力 要有这个心情 有这个要求 咱们一开始我们讲了 你无论是有病 有病练功 你也需要 陶冶自己性情 保持综合制气 如果你不然 病好不了 练功 陶冶性情 不然你不好 精神集中 不好入境 不好长功夫 一开始练功 必须自觉地这么去做 当你练功 有一定成果咯 你更得自觉讨厌咯 你只要一不讨厌 经济一发作 甚至可以闹病 比着不练功的人还难受 因为你的气多咯 意识活动 也比着一般的人 同帅气的能力加强咯 这个时候精神活动 一紊乱 你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咯 成为病态咯 所以有些人练功练功练一段之后 发脾气 不是普通人脾气还大 什么道理 那个时候的气多咯 这个神 还不能更好地自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闹病 就是去年呢 有个地方来了 跟我反映 庞老师啊 从我们那儿 某某老师 现在脾气特别不好 特别人给你吵架 我进来之后嘛 我说 我是现在呢 独自第一 你们要注意 他不是故意看来 不是故意跟你们吵 他现在就是气长了 意识还没过 等他这个人一来了 我也跟他讲了 你在长功夫的时候 你要管自己 要自觉的 要自觉的考验自己意识 你可以千万不要认为 别人是跟别人 觉得你生气 要注意 自觉自觉 但是说呢 功夫长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管着自己 千千万万 别有点本事咯 趾高气扬 趾高气扬 就容易 就容易那时候 因为周围 有些人也尊敬你咯 一尊敬你 就给你发脾气 如果你真要是 自己能控制了 故意这么搞一下 那还可以 如果你真是搞了一下 自己生的气定了 把功夫搞坏了 那要对别人也不好 如果你真是能够 故意的搞了一下 不是真生气 看来生的气了 对别人对自己 那是没坏处的 如果你真是 意识控制不了 那就不行的 当然我们在 同志们还没理解之前呢 没有理解之前 最好不这么做 我记得我在 今年年初啊 咱们开了一个 集训班会议 开了一个集训班会议嘛 我曾经在会上 我讲过 我跟同志们讲 开会讲课的时候讲过 我说我们这儿 老师们离我越近的 有时候我是 越严厉批评 像是这样骂几句 当然有这些 会议代表给我提了 递个条子 提了意见咯 小庞老师 以后最好别这么做 这样同志们伤感情 伤感情 这样也不利于 团结群众 我觉得嘛 因为从外地来的代表嘛 来代表 来听课了嘛 这情况 其实是 会议散了以后 给我的信 我就没给同志们解释了 所以这些问题呢 当然我们应该 将来以后我也尽量 咱们前面讲了嘛 时代变了嘛 就离身边的同志们 最好也少用这种 严厉的办法这么去做 不过我们就是呢 高齐工应该慢慢慢慢 自己 应该自己啊 从这个情绪上 自己管自己 你不管他周围什么样子 不管他周围什么样子 自己要平静 自己要平静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讲 一开始要自觉 要自觉 如果要是说 如果要是说 我们每一个学工的人 老是说你几句 你自己的认为是能够 影响情绪 影响团结 那你还怎么练功呢 还怎么练功呢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 我将来以后呢 我跟同志们 也尽量少这么做 少这么做 但是同志们 在你 那个环境里边 对你周围的学生 周围的学生 如果你认为 真有必要帮一帮他 你给他发个气 什么时候能够发气 你这样子可以 对大陆讲话 马上一年了 对别人 能够完全是 笑容满面来讲 你再跟他发脾气 如果你做不到这点 你就跟他一发脾气 跟别人说话的 不能满面笑容 你就不要跟别人发脾气 因为那样发脾气的话呢 把那个气带给别人了 那就不对了 过去恐夫自己讲 不一怒 不二过 不把怒气 转移到别人上 给他发了怒气 跟这个说话 就不能一点怒气没有 那才是 这才是说 过去叫羞耻啊 跟他说话 瞪着眼说话 仰着说话 跟你说话 满面笑容 呵呵气气 呵呵气气 从大不成两面派了 所以搞好激功 慢慢进变成多面派 需要 需要个笑帘 给个笑帘 需要个 需要个那个怒帘 给个怒帘 这么个问题 就在这些问题上呢 但是在一般的场合之下 一般的还没有这个 关系还不够的时候 或者是学功的层子 还不够的时候 当然我们对于学员们 还都是要完全应该 应该态度和蔼 态度和蔼 所谓和蔼可亲 应该这样 当你还不了解说 你这一态度不好 他最后接气接不过去 把气也丢了 自己受损伤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练功呢 从这个涵养的时候 要自觉 我们学习 就不管别人 自己管自己 不管外面 不管外面 第一点呢 就是要自觉涵养 第二点呢 要从有为到无为 一开始我们做不到 自自然然 一开始会觉得有些别扭 但是呢 我们非得从这个过程过不可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 生活了几十年 好多的东西 已经给你打上烙印了 等一个模子一样 把你给你那这个模子 给你塑造出来了 有的人讲 我记得 我有一个学佛的朋友 他是修禅宗的 修禅宗的吗 禅宗就讲 干什么都无心 要无心 什么我的 什么念头不起 这对不对呢 对 你做到没做到呢 没做到的时候 你就说什么都无心 我认其自然 无为而无不为 那就错了 当你还没有真正做到一本一心空灵的时候 你还达不到无为而无不为 以前我就是我那个朋友 我们是练拳的朋友了 他自己到家里边闹脾气 跟自己家里面爱人 吵嘴生气 把东西都摔了 他还讲什么呢 我不做试念 我把它摔了 我不想着我摔了 我说你不想着摔了 你摔没摔 我连这个都不想 我说连这个都不想 我说你连这么点自觉性都没有了 干错了事还都不知道错 我说你为什么生气 不就别人说了那几句惹你生气了吗 我说实际上什么呢 这就属于过去的狂产 狂了 你再厉害就有身经病了 狂了 你看那个身经病 从来都不认识自己错 你问他有病没有 没病 身经病都认为自己没病 有些人的修炼功夫 说我不做试念 我不想他 实际上已经处于身经不正常 就是过去修佛的人 把那个佛爷 把那个庙里佛爷离开 把他披了 烧火 不信佛 说敢在如来顶上行啊 也叫做敢在披炉顶上行 跟那个佛脑袋下去走去 一个目的真是佛爷吗 叫科佛骂族 成为狂产 成为狂产 因为自己 我就这样了 说我行我素 我行随随便便 什么坏事都敢干 就是干不了好事 所以这种人呢 变成一种 越羞越恶 越羞越坏 坏了 说思而 学而不思则歹嘛 学了点东西 他不得人家去思考 怎么去做 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不懂得 这是个错 不懂得我们生下来之后 在社会当中 已经受了很多的影响 造成了很多坏习迹 连这么点自觉性都没有 就坏了 但是你觉得时候坏了 染了 我应该努力把它清除出去 这是坏东西 所以人之常情并不好 我得把它有意识地弄出去 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 会有些痛苦 会不自觉 而且会勉强 但是呢 一开始必须这么做 最后咱们一开始练功一样 练功要放松 要松静松静自然 可恋新尘装呢 都得用力气 你不用力 力掌分着力不起来 分着分不开 怎么办 一开始我们真正为了能够 很好的松开 一开始还必须用点力气 从有 从有为 你真正将来能松开了 一力 很自然了 松开力气来 不用绷劲以力气来 那就长本事了 那就长本事了 所以只要是从不自然到自然 一开始 做不到自然 我们做那个自然 是低水平的自然 向上高水平过渡的时候 都会有个不自然的过程 所以我们 海洋道德也是一样 必须是从有为到无为 这一点我们不同意 宋明理学 诸子所讲的 有心为善 即是恶 这一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不适用的 不适用的 就得是有心为善 哦 这是好事情 这我们应该干 那么虽然斗争斗争 这是干不干呢 好事 应该干 这是有心为善 这样的事情 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一开始 就任其所为 不管它 就都做出善事来 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一开始 必须是从有为到无为 懂得这好事情 心里不愿意做 也得做 有痛苦 也得做 如果碰上一些个问题了 这样想不开 我自当头了 应该是 自觉的 把这个我去掉它 所以这个一点呢 就是从有为到无为 这是个关键 可千千万万 不要认为一开始 你就 从一开始 你觉得我要 我要随便 我要自然 怎么 怎么这七号 怎么不对了 这一点呢 就非常关键 当我们真正能够 从有为到无为 这么去做了 你怎么样 才能从有为到无为 我们必须怎么做 从理论上懂得 要这么去做 然而从从哪去做 怎么下功夫 才能做到 从有为到无为 我们一开始就必须 我们海洋道德的时候 克服自己矛盾的时候 不要从广 从事上去考虑 要从理上 从理上 要从自己 灵魂深处 那个深深在哪呢 就是从这个自我 在这个自我意识层 在那去涵养去 这样就比较能够快的 从有为到无为了 如果你管这个事 这个事做了 是所谓要改 管不做这个事 那总管从事上做 有时候一辈子 也到不了无为里边去 总是有为的 你要从心里面 从深处 哦 这错 错在哪的呢 怎么错的呢 脑子里边这个决定 怎么做出来的呢 从那个深处 那个我那个深处 在那儿去做 那从那个念头 一动的时候 动的时候好念头 碰到事来 一动就是好念头